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Session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 技术热情仍然非常高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单石梅 我来自英特尔 我是一位云软件工程师 目前从事的是云原生的这种资源方面的研究 之前也做过弹讯云 边缘云 IoT还有OpenStack方面的开发和研究 然后我们另外一位的演讲者 叫Cathy Zhang 然后她是我们英特尔的高级首席架构师 她主要从事的领域是高性能计算方面的解决方案 但是有一些形成的原因 所以Cathy这次没有办法参加这次演讲 所以这次的主题主要是由我来为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一个主题 就是填补KPS的一个空白 Io资源的调度与隔离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演讲的一个议程 首先我会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做这个项目的动机以及使用场景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会介绍一下这个Io资源 调度和隔离的一个软件站 它具体是做了什么东西 最后呢我们会结合一个测试的实验来验证一下 就是启用了我们这个Io调度和隔离的功能以后 我们能达到一些什么的成果 首先来讲一下动机 要做资源隔离的动机应该蛮简单 就是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因为在很多数据中心的话 目前它的数据中心的资源利用率 都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 根据Vertive对229位数据中心的专业人士的调查显示 绝大多数的数据中心专业人士都期望 在2025年能够把数据中心的资源利用率达到60%左右 然后我们提高数据中心的资源利用率的好处 也是非常明显的 一方面就是能降低人工的成本 就是运维的成本 另外一方面就是降低硬件的成本 还有就是降低碳排放 但是提高资源利用率本身会带来一些问题 比如说就是这里列出的一个净零干扰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一个工作负载在一个工作节点上 如果能够平稳运行 但是如果多个工作负载在一个工作节点上 同时运行的话 会对某一些资源造成一部分的影响 就是说他们加起来的资源使用量的总和 会超过这个工作负载的一个负荷 所以会对每个工作负载的性能都会造成一定的降低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解决方案也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先说一下我们的一个用户故事 也就是我们的使用场景 在我们的使用场景里面呢 我们的工作负载分为A和B两种 A的工作负载的话 它主要是需要Io资源保证的一类的工作负载 通常在我们企业环境中 这类工作负载就是对企业比较重要的 对Io延迟比较敏感的这种工作负载 还有一个就是类型B 类型B的话 它对Io资源没有一些很实施性的要求 那作为集群管理员的话 我希望保证我类型A的工作负载的Io资源 同时呢我又希望我的集群 能够根据我工作负载的一个类别 还有那个Io资源的可用性来进行调度 那作为一个ISV 我希望我的工作负载 能够根据我期望的一个Io的带宽 或者Io的一个请求来平稳的运行 我们这里可以先来看一下 目前K8S支持的一些资源 K8S目前支持的资源 可以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社区叫做first class的资源 另外一种就是可扩展资源 first class的资源 在这个图里面主要是CPU内存 和临时存储这三种资源 然后可扩展资源的话 它通常是跟Device Plugin 一起来使用的 就是通过Device Plugin 或者是集群管理员来汇报 在每个节点上面的 可用的资源的数量 它是以整形数量来发布的 然后大叶 大叶这一块 其实它也是以扩展设备 这种形式来发布的 但因为它的类型比较特殊 它的那个key的类型比较特殊 所以在代码里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 所以我这里也把它列为一种资源 但对于IO资源 比如说网络IO或者磁盘IO资源的 还有缓存资源这一类的资源的话 其实KBS是没有一个官方的解决方案的 也没有一个很推荐的解决方案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 在KBS的基础上添加了 磁牌IO和网络IO感知的调度和隔离的功能 我们提供了一套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来使云服务提供商能够跑 在同一台节点上能够跑更多的工作负载 提高资源利用率 同时我们也能保证在这个工作节点上的 关键应用的这个IO的性能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IO资源调度和隔离的一个软件站 从上往下看的话 可以看到最上面都是一些 我们企业集需要保护的一些应用 就需要IO资源保护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是一些AI推理的应用 还有数据库 消息对列和WebServer 这些都是对延迟敏感 延迟比较敏感的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控制面 控制面这里的话 我们会提供网络IO和磁牌IO感知的调度 就是根据工作负载的QS类型 以及集群内节点的IO可用性 进行相应的调度 在每个工作节点上 我们会分为这一些模块 首先我们会对这个工作节点上的一些 网络设备和磁盘设备做一些测量 就是看一下他们的容量是多少 能力是多少 以及获取一些预先 Admin配置的一些参数 在这两个模块呢 我们会监控和分析 每一个工作负载实时的IO的使用量 然后一旦发现在工作节点上 有一些IO资源使用紧张的情况的话 我们会根据这里 这里预先定义的一些策略 会采取一定相应的措施 同时呢我们为了更好的做资源的隔离 我们也用到了一些高级的平台特性 比如说像我们英特尔800系列网卡提供的ADQ功能 ADQ它的全称是应用设备对列 顾名思义它就是给特定的应用 或者关键的应用提供专用通道 这样子的话能更好的保证 相应应用的网络IO的性能 另外就是我们对磁盘IO这里 我们会用到英特尔的IPO的设备 IPO其实是一个可编程的网络设备 它可以高速的管理网络和磁盘的基础设施 在我们的场景里面的话 我们把IPO 因为IPO就像一个智能的网卡 它有自己的操作系统 自己的CPU和memory 它可以释放一部分的工作节点的资源消耗 把一部分的工作移到IPO上面来做处理 在我们的场景里面我们用IPO 把工作负载的QoS这部分工作交给IPO来做 这个是我们怎么样来标注我们的工作负载 需要多少IO的资源 就是左边是我们的磁盘IO的请求的标注 右边是网络IO请求的标注 我们把这些信息标注在PodSpec的注释里面 目前是把它放在注释里面 然后在词盘IO这里我们可以放就是我们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工作负载需要的吞吐量 比如说读写的吞吐量 还有一些比如说关于我们这个工作负载的Block Size 还有读写的比例啊 这些信息可以帮助调度器来判断怎么样来做调度 然后对于网络IO这边的话 我们是可以标注我们这边这个工作负载 需要多少Ingress和Egress的带宽 如果带有这个标注的话 我们就认为这个工作负载是需要词盘IO保证的 那如果没有带这个标注的话 我们认为它就是属于BEE的工作负载 不需要IO资源的保证 这里是一个关于词盘IO调度与隔离的一个流程图 从右边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灰色一个是橙色 灰色部分的话是现有的KBS现存的模块 然后橙色的部分是为了我们这个IO资源隔离 有调度的功能添加的模块 首先在左边控制面这一块的话 我们自己开发了一个IO资源感知的调度器插件 这个调度器插件会根据工作负载的QS的类型 以及每个节点上的IO的可用性进行调度 在这个插件下面是一个聚合器 这个聚合器的功能是从每个工作节点上 采集从每个工作节点汇报上来的IO可用性的数据 把它归总起来一起汇报给调度器插件 然后右边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工作节点 工作节点上的主角就是这个NodeIO的Agent NodeIO的Agent主要做了三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做资源隔离 我们目前是主要是采用CGOOP V2来做磁盘IO的隔离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做本地磁盘的 本地磁盘的一个IO使用量的一个监控 然后把这个监控到的数据通过聚合器反馈 给调度器的插件 最后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发现在工作节点上 它的IO资源比较紧张的时候 NodeIOAgent还会压缩 根据预定的策略压缩 比一工作负载的资源边界 以达到保证Ga工作负载的性能 然后这边是网络IO这一块的一个流程图 基本上类似 唯一的区别就是这里是用TC对这个IO的流量做一些控制 我们这里后面会讲一下怎么样把ADQ 就ADQ功能的网卡的特性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首先我们可以介绍一下那个ADQ ADQ如果把那个网卡比做一个高速公路的话 ADQ就相当于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个快车道 当有一个关键应用上来的时候呢 我们会给这个关键应用开辟一个快车道 然后这个车道是别的应用不可以抢占的 以这样的方式来保证关键应用的一个IO服务的性能 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就是他们可以在我们给他的专用车道上面 以固定的速度来发包 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提高那个包到达的可预测性 另外可以提高那个包处理的一个效果 另外呢可以减少上下门的切换 就是说我们ADQ这边是建议在一个服务当中 如果是一个多线程的服务 他建议给每一个线程能绑定一个队列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发包的时候上下门切换的这样的一个开销 另外就是我们每一个应用的话 就ADQ里面会给每一个应用绑定到特定的队列上面去 这样的话也便于我们给这个应用的网络IO做整形或者控流 这是ADQ在我们网络IO的控流和隔离方面的应用 就是说从左边这张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GAA的工作负载 我们给他预留一个比较大的池子 就是大概预留95%的网卡的带宽 然后给B1的工作负载的话 我们给他预留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池子 大概5%的这个网卡的带宽 然后从右边看在时刻A的话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GAA的工作负载 和三个B1的工作负载同时在运行 那这个时候GAA的工作负载 对带宽的要求相对是比较低的 那这个时候B1负载可以借用 GAA负载的那个池子的带宽 然后他们可以在工作节点上运行 然后到时刻B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发现 又有两个GAA负载调度上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ADQ就会帮助 这两个池子做动态的调整 就是说GAA的这个池子会动态的扩大 然后B1的这个池子会动态的缩小 以这样来保证GAA池子 总能用到足够的带宽 另外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解决方案的 一个调度的流程图 从这里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对每个工作节点上的设备 Io设备做一些测量 然后拿到这些设备上面的一些容量 特性一些数据 然后以CR的形式汇报给API Server 然后这个时候 Scheduler这个调度器的插件 也会监听这个CR的一些变化 然后把这些信息存到这个调度器插件的缓存里面去 这个时候有一个租户 如果创建一个带Io请求的一个Pod的时候 调度器会发现有一个未绑定的Pod被安排上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带Io感知的这个调度器插件 就会根据当前这个工作负载的QS的类型 以及集群内Io的可用性 每个节点的Io可用性 做相应的调度 然后它确定把这个Pod绑定到某一个节点了以后 它会通知会通过那个聚合器通知NodeIoAgent 告诉它我们这边有一个新的Pod 即将绑定到这个NodeIoAgent上面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Cublet应该在差不多时间 也会知道会有一个Node绑到这个工作节点上面来 然后它会调用这个容器运行时 让它去创建Pod 或者为创建Pod做一些准备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NI这个框架 NI它这边是一个content-d的一个新的特性 它是一种容器运行时CIA的一种插件 然后它主要是做节点资源管理的一个插件框架 那我们的NodeIoAgent其实就是实现了这个框架 然后在容器创建或者运行的时候 它能感知到这个容器的存在 然后可以在这个间隙做一些事情 在我们的场景里面就是通过NI的框架 我们能够通知到这个容器已经创建运行 然后我们的NodeIoAgent可以及时地监控 把这个容器容纳到我们的监控系统 然后及时地把监控这个容器的实时的Io的使用情况 最后就是NodeIoAgent会把这个节点上 整体的一个负载的使用情况 再汇报给API Server 以CR的形式汇报给API Server 这样就循环网复 这样完成了这样的一次调度的工作 最后不是最后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实验 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这个Io调度和隔离的这个功能 做了一下测试 就是说我们这里把卡夫卡 作为我们的一个GA的工作负载 把FIO用FIO模拟一个BE的工作负载 然后卡夫卡它在没有任何干扰情况下的话 它的吞吐量大概在200兆每秒左右 然后在没有启用我们的Io资源调度和隔离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跑了一个卡夫卡的服务 和四个FIO的这样的一个容器 然后跑了十次 跑了十次 所谓跑了十次就是因为我们用一个卡夫卡的客户端 触发卡夫卡的Server做读写 所以能看到这里有十个十次读写的过程 能够看到在没有我们Io资源隔离和调度的这个功能的情况下呢 这个Io的那个吞吐量其实波动还是很明显的 每次波动都很明显 然后它的平均值呢其实也是达不到它需要保证的200兆每秒的 这个下方的图呢是每个BE工作负载的实时的吞吐量的情况 可以看到BE工作负载其实吃掉了不少的Io的带宽 然后但是第三列就是我们这边加了我们这个Io资源调度和隔离的解决方案了以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卡夫卡的也就是Ga的工作负载 它又回到了它之前需要保证的200兆每秒的这样的一个吞吐量 然后我们的NodeIoAgent呢会把那些BE的工作负载的带宽 做相应的压缩以保证Ga工作负载的那个Io的性能 最后就是总结一下我们这次的一个演讲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工作主要是要把Ga和BE的工作负载 同时跑在工作节点上 同时要保证Ga工作负载的一个Io的性能 另外呢我们还利用到了一些高级的平台的性能 来帮助我们更好地做Io资源的隔离和控流 比如说像那个带IDQ功能的英特尔网卡和英特尔的IPO设备 最后这边是Cassie和我的邮件的联系方式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讨论的点都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 另外我们在那个SIG Scheduling也提了一个cap 就是关于磁盘Io感知的一个调度的一个框架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最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 刚才那个DiskIo那一块 我看了一下就是那个Ga的那个上报 那个DiskIoAgent上报 它是上报的实时的那个Io的数据吗 就比如说IoPS的还剩余的那个量 还是上报的是那个剩余的cota那部分 对 我看第三个你刚才写的是monitor real-time Io 这个是说实时的什么 就比如说我单块SD式盘我有一万的IoPS 那么我使用了3000 那你说上报的是还可以再调度7000 还是说上报的是就剩2000了 就类似这种 我们应该汇报给那个调度器插件的 应该主要是还当前这个工作节点上 还可以用的这个剩余的带宽 还有多少去 还可以用实时用是吗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再调用一些那种Ga的 这种POD过来 它是总量超了 因为毕竟它那个Io并不会实时有 那会出现 对 会出现多个POD的峰值 超过你本地市盘的那个 这个限制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这种情况下那如何保证呢 你是说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还有一些Ga的工作负载过来 会超过我们这里汇报上来的 它可用的那个Io的负载的话 因为你这地方刚才说上报的是实时值 我的意思是说Io磁盘本身的 你磁盘本身的IoPS是有限的 但是上报的实时值 就比如说我先调度几个Ga过来 但它并没有跑 或者是它那个Io并没有产生 比如它是凌晨产生这个Io 导致我调度过来 但是我本身应用会不会特性变了 明白 但是它的IoPS就上来了 导致会超线 那这种情况下竞争 我理解就会产生 那这种情况下是如何去解决的 我们是这种还是主要是一种预留的机制 就是说它请求了多少 我们还是给它预留多少资源呢 所以它如果要超出的代理 那也就是说这个上报的其实是 既包括那个本地的那个IoPS总线值 分配值以及实时值都会上报 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在我们的tash里面会存 就是每个工作负载 它需要请求的这个IoPS的值 以及工作节点上会上报 它还剩余多少 如果我们通过一些计算公式来判断 到底能不能调度这个工作负载 OK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初始上报的值 是通过那个LodeIoA进的自动去检测出来的吗 对 我们会做一些 这个是什么时机去触发呢 就比如说我如果重启Covet 如果你这个地方每次初始化都会去 去大量写字盘的话 应该会对应用产生一些干扰 应该是在我们整个solution要启用之前建议去做这样一个profile 就是我们会开发了一个profile的工具 专门来做这样的一个测试工测量 我说它那个profile的那个时机是什么 时机就在集群启用之前 启动之前 对对对 在启用之前 对对对 不然你在之前在用的时候的话 应该这个测评不是很准 就是大家读写都蛮多的 OK 还有那个后面那个图 为什么它那个限制之后 比如说那个卡夫卡最后不用的时候 那个量还没起来呢 那个是什么原因 我理解这个好像你这个BE 在卡夫卡没有用时段去 因为它应该会 会流量应该会起来 你说第一个是吗 对 后面那个就是你限制之后的那个词 限制之后那个 那是因为我们给它做了压缩 因为它是属于BE的工作负载吗 对 我的意思是卡夫卡没用的时候 那个流量下来之后 为什么它也没有上了 流量没有上去看起来 因为这里也没有数据 你这个是属于没画是吗 对应该没画 就是每个柱子这里的 应该是对应的上面的一个分值这里 有两个竞程专门负责所有竞程的IO 这样我们对一个竞程做那个C group IO限制之后它根本就不起作用 因为我现在是那个竞程 但是这写词盘的其实是 圣斗D那个竞程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就怎样限制 我发现我们根本限制不住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C group V1好像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它不考虑缓存的因素 但C group V2的话 我们做过测试 它应该会把缓存的使用也会考虑进去 因为圣斗D它是公共的 它为所有竞程 把它那个超多系统内存里面缓存 刷进到磁盘上 你如果限制圣斗D的一个 比如说IO比例上是限制所有人的 你也不知道圣斗D 它哪一个写的字节是哪个竞程 我不知道这个 就是公共的刷的对吧 对 这个如果您有问好 我可以后期再联系你 这个我感觉就很困难 第二个问题 就是您往前翻一下 我想问一下 EBPF在那个IO限制里是起什么作用 监控的作用 监控的作用 它并不起到限制作用 没有限制 对 它目前是只读的 就是读そのIO使用的数据 对 根据每个容器的 刚才那个定位同事 我也可以回答一下 就是我们自己也在做一个字眼的这种调度 就是您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上报这个东西 我们上报实时值和上报它的预留额 我们两个都要上报 实时值一般是用来监控的 上报那个配额是用来调度的 比如说我一上来 发现这个磁盘的IO速率是1000兆每秒 我就设定了它的可分配额度是1000兆每秒 然后有N个应用 有的要200兆 有的300兆500兆 如果200兆300兆500兆一分配完 这个DK就不能再用了 就是说你上报的两个东西其实都有用 但调度的时候一般上报的就是它的一个配额 上报它实时值其实就于监视作用 因为就像你说的 你分辨调度过去的 它不一定再用 但其实你登记了 我要了200兆 那如果不超售的话 那我真的直接把这200兆画给你的 下面你就不能再用了 谢谢你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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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你好 也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咱们这个项目现在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我目前只是把一个 端端端的一个框架的设计已经完成了 然后一些硬件的集成也是正在做 比如说像IPO的那个还在做 ID Code 已经集成进去了 就是还在做的阶段 以及各个性能的细节在逐步完善 比如说大家提的有些问题 OK 那预计 比如说正式的一个 第一个发布的版本会到什么时候啊 这个取决于老板吧 OK 好的 谢谢 第二个问题是 您刚刚提到就是 我理解的就是在这里做限制IO 包括网络和磁盘嘛对吧 网络那个IO我理解那个限制是通过 您刚刚说的一个叫ADQ的一个硬件的支持对吧 对 硬件和不加硬件的都有一些解决方案 OK 那磁盘的IO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做 C Group V2 啊 C Group V2 就是通过C Group V2来做限制是吧 对对对 通过它来做限制 是 好 谢谢 好 谢谢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的问题是这样子 嗯 我的问题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我一个volume 不是 我的一个炮的 它挂了是一个LVM类型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它可能底层的到物理设备那边的话 它可能会对应不同类型的这么一个物理设备嘛 然后它的物理设备的种类不一样 它的IO情况它的上限就不太一样嘛 所以我就比较好奇就是说 你这个调度是怎么 这块是怎么弄的 嗯 目前我们还不支持LVM 因为LVM很复杂 因为底层它可以多个设备 哦 也就是说目前是一个单块磁盘 对对 单块排讲的 多块盘我们也在即将要支持就是 但LVM它本身底层你就不知道它对应多少块盘 然后它也可以动态扩容这种就更复杂了 好的 就是说这个整体的今天的演讲的话 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解决方案 还是说是一个英特尔专属的一个方案 因为我看有好几个 有通用的解决方案也是可以带上 英特尔硬件的解决方案都有 哦 好 谢谢 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像这种磁盘的IO 可能对应用的那个在使用的时候 可能很多情况都是那种突发性的 就是说它可能就是它一要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要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IO 但是它可能很长时间它不会去做这个IO 那其实就是如果说 它就是如果按照一个它最大的一个要求去配的话 其实可能对资源利用率的那个 就反而可能是不是提升可能会是降低 所以这块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在算法上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优化 对 以后应该会有 就是比如说对应用它的一些使用的模式 比如说什么时间点来使用 这可能需要一些历史的数据分析 根据这些数据分析来怎么样对这个设备工作节点做打分 这样做调度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说这个磁盘的IO限制 是通过C4V2做的吗 然后是C4V2它我理解它是有那个IOmax 还有IOcost这两种能力 我们目前是这两种能力是都使用了吗 还是使用了其中一种呢 目前使用了IOmax 那就是cost是暂时没有用上是吗 cost暂时没有用上 然后那个未调研制程也没有用上 目前没有用 那还有个问题是 我看这边有那个resourceIO aggregator 这边在调入过程中会去通知这个nodeagent 这个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呢 不能说直接等那个nodeagent 就等contentity去中国nri去触发它 哦对对这是个好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nodeIOagent 汇报上来的是一个整个 就是某一块磁盘它的那个可用性 但是这样它汇报上来只是一个数字 你不知道它对应的是有多少个工作负载 所以我们在已经绑定到 把POD绑定到一个node的上以后 我们就要及时告诉nodeIOagent 可能你还会漏掉一个POD的节点 我们就把它这个给它预留的带宽也要加上去 然后作为这个要反馈的IO可用的带宽 反馈给那个汇报上来 汇报给那个聚合器 就是说你如果不及时通知它的话 它反馈的是个总量 但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总量是包括哪些工作负载的 但是这个下发的那个新的POD 它不是就是从那个Aggregator 或者从调路器这边 但当中会有一个时间差就是 就有可能它绑了但是很久还没起 就当中会有个时间差 你们是就是数据是以那个nodeIOagent为准 就是以它上报上来的为准 或者说有没有考虑说我们就以调路器里面的那个缓存为准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省略掉这个步骤呢 因为 因为我们这边的每个负载它实时的使用量 我们会从那个nodeIOagent这边把它算出来 然后根据它用了多少 然后磁盘总的能量是多少 能力是多少 然后把它算出来可剩余可用的是多少 把剩余可用是多少 通过聚合器反馈给调路器插件 了解了 可能就是说就是可能提早通知这个agent去采集对应这个POD的一些 对 告知它这个POD的存在 就是它在汇报的时候就不会丢失这个POD的信息 因为在一个时间间隔内就是在它这里通知聚合器到 nri通知那个nodeIOagent当中应该会有一个时间差的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时间差 如果集群延迟比较长的话 好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它我们设置limit的时候是 通过POD的annotation上面去设计 那我看它上面设置好像是没有针对特定的盘 不太清楚我们这个限制是比如说节点上面它有多块盘 我们是限制它的总多块盘的一个总的IO 还是说能够有办法去限制特定某块盘的呢 我们现在的实现主要是对那个informal storage的IO做限制 所以没有写盘 但我们后面如果是要对多盘的做支持的话 可能会把 volume 或者盘的那些信息都放上去 了解就是现在可能主要是限制容器它本身临时存储的一个 对对对 是的 谢谢 谢谢 没问题 不好意思 我补充一下我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一个机上的磁盘 它那个IO的那个IOPS比如说它可能就那么多 然后呢CPU资源可能它本来可以分配 比如说如果是它一个物理机它有100核 它可能可以分几十个POD 然后每个比如说4U8G或者多少 它可以分那么多下去 但是如果说你按照它这个IOPS 再分出这几十分来的话 那可能它的这个每个POD 它能分到的guarantee的这个IOPS非常的小 那这时候可能可以对应用来说 它这个性能的影响会非常大 我不知道这种是不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比如说如果HDD的硬盘 它的IOPS可能就只有几百 那如果你给它分成再滑成几十分的话 可能每个就只能几个IOPS的这种上限限制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应用主要是 在NVME盘上面的一个分配 对HDD可能是比较特殊的场景 对企业机应用一般也都要使用NVME 好的 你好 我刚才想问一下 我刚才他们问了说 咱们这边主要还是一个单盘的场景 那具体的实现 具体的使用场景是用什么 是用那个 临时存储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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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TDR是吧 就是Efformous Storage的那个 Efformous Storage 就MTDR那个 对啊 就是MTDR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用MTDR跑有状态应用的话 感觉好像不是一个最佳实践 它应该只能保证 目前是保证就是在一个工作节点上 多个POD之间可能对临时MPDDR的这个volume的使用的时候造成的影响 但是后期我们应该会支持除了MPDDR以外的那种盘 也会出一个CSI去干这种事情 对对对对 类似于一个CSI的估计 OK OK 如果大家没有再多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到时候邮件或者用Github上来联系我来访问 来讨论 谢谢大家